哈囉 大家早安 我今天要來實測Pay Magui的粉底液 然後我今天的主要成績就是我等於要去染頭髮 歐拉跟我約12點 就要到他的那個就是髮廊 所以我現在就要趕快準備出門 我今天來帶來看這個影型眼鏡好了 我前幾天在去城市買的 這個包裝盒長真的是蠻醜的 但是我看他那個影型眼鏡的示範的那個圖示 看起來蠻可愛的 所以我就買了 薄紗的款式好像是小直徑的吧 等一下帶來看就知道了 好 以前進回來了 一早有點繩子不清 今天從保養開始 我要用雅漾的薄唇水 我要用這個逆境絲的 最後用這個 也是逆境絲的B5霜 所以我都已經用了半條了 剛剛那個也用了半瓶 就是那種敏感肌 或是你皮膚敏感的時候 也可以用的保養品 沒有什麼味道 單純保濕修復 我現在才剛起床而已 所以也是有點腫 因為它有點腫 所以我滾一滾 這個對消腫還是多少有一點幫助的 保養品 保養品也吸收的差不多了 我離出門只剩下一個半小時 看來今天只能畫很簡單的妝容 防曬 我最近雖然有在開始用這種防曬棒 我最近都有試用過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AHC的防曬 一個是PERA的防曬棒 但我想說 今天要測粉底液 我還是先用一個我平常用了一陣子 用比較久的防曬 這樣比較可以確切的知道粉底液的感受 所以這些產品我還是盡量用 已經用一陣子了 可是防曬棒真的蠻方便的 拿著那個棒子這樣塗一塗就好了 你在抹防曬乳的時間可以省下很多 而且質地很清爽 我最用起來就覺得還不錯啦 到時候再持續用一陣子 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對我今天實測粉底液 對粉底液來講是很殘酷的一件事 因為我要弄頭髮 應該會染頭髮還會燙髮 跟就是理所當然 那個罩子一罩下去 我真的就會大噴汗 所以PAMBERGUE你要小心一點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裝 真的是超級精緻可愛的 我其實本來連妝前乳也想買 可是我後來發現妝前乳的包裝是塑膠的 我就覺得如果是塑膠 好像就不太OK 裡面長這樣 打開裡面是有這種按壓的壓頭 還不錯 精緻的殼 然後我買的色號是6號 我就是參考SERA SERA買什麼顏色就買什麼顏色 我們兩個膚色應該差不多 所以我就照她的 我就買了6號 然後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是這個美妝蛋 我昨天在康氏眉摸到 應該說我之前 嫌嫌沒事的時候 就去逛的時候 就摸過它的視線 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蛋也太軟了吧 第一次摸的時候 它還有產品在上面 但是的時候想說 啊我的蛋好多 我不要買好了 這個牌子 第二次摸的時候覺得 哇真的很軟耶 好心動 有點想買 但是第二次摸的時候 那時候它架上這個產品 已經買完了 就完全沒有 然後昨天呢 第三次看到它的時候 又再捏了一次 想說 嗯 真的還是覺得好軟喔 那我買一下好了 而且這次就有貨了 我就買了 是它還沒沾水 之前還蠻小客 然後是真的很軟 很軟 好紓壓 好紓壓 我現在先去把它弄濕 它膨脹的蠻大的耶 感覺有變1.5倍大 它比Spicy Choco的這個還要再軟 這顆我已經覺得很好用了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取代它 來試一下這粉底液質地給大家看一下 好 流動性質的 這顏色感覺很OK 好像這個蠻輕薄的耶 這個有一點點吸粉底液 一點點 但是本身粉底液的遮瑕度蠻低的 可是很服貼 好像沒什麼粉感 它的粉底很細耶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服貼 可是遮瑕度也太低了吧 我再來疊疊看 來 再看鼻子的毛孔 喔 喔 毛孔的修飾度不錯喔 鼻翼有一點小肝 毛孔的修飾能力很好耶 一下就修飾掉了 它有黑頭粉刺 泛紅我覺得遮的也還行 我這邊額頭有比較多泛紅 但就是這種痘痘血管比較遮不住 下巴也來一點 就它這個輕薄的程度 我覺得今天拿它來當粉底 然後我要去弄頭髮 腦袋會有點殘酷 感覺它不是特別抗汗抗水的類型 感覺啦 說不定是 我們晚一點再看看 初步的經驗值 會讓我覺得先不要太期待 大家看一下半臉的效果 顏色稍微偏白一點點 但是還在可接受的範圍裡面 你看這個痘痘這邊才看得到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小肝 一點點啦一點點 底液的毛孔很輕薄的一層 就修飾得非常好 而且我是拿美妝袋 隨便這樣按壓而已 沒有特別拿什麼小刷具處理 然後剛剛壓的那一下 我大概上完這邊的臉 然後它的粉底液剛擠出來 跟讓我手上停留一下 顏色好像沒有差很多 然後在臉上也不會暗沉 這個蛋真的很軟 很不錯 可是我覺得今天這個粉底液這麼稀啊 然後它這個吸粉狀況我是覺得還好 沒有到非常非常嚴重 但重點是它的觸感真的很舒服 然後這個尖頭也還算蠻尖的 至少鼻翼眼角這邊 覺得沒有什麼障礙 那剩下就是不知道它的耐用程度 就是會不會洗一洗很容易破 因為它這麼軟 會很怕手勁太大 然後搓一搓就裂開 它也不算非常便宜 它一顆要169吧 然後Consume其實有一些什麼 買化妝品加價夠的話是139 雖然是好用 但是耐用度不夠的話 就會覺得太過了 我又再擠了一磅 因為我覺得遮起來都好像可以再加一下 看這邊臉頰 下巴這邊 我就覺得它顏色好像稍微偏粉了一點 然後這邊這個是一個巴 那巴之前我去打皮秒的時候 醫生其實也有幫我打 那時候我打的時候就有跟我說 這個不可能完全打掉 它已經是完全不同的皮膚質感了 表面上是會反光的皮膚質感 跟旁邊的皮膚完全是不同的 我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在意 如果我很在意的話 我就會維持我的瀏海了 它已經快跟了我一輩子 它從我幼稚園到現在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沒有在care它 我比較care是大家會一直說 那邊是不是粉底液沒有拍精銀 但不是 不是的 不是的 這毛孔效果真的是挺不錯的 雖然說鼻翼有一點小乾 但是狀況也是非常非常輕微 稍微遠一點的距離的話 基本上是看不太清楚 有一點小粉刺型的痘痘 它是沒有遮掉的 但是其他膚色不均跟半紅 遮的我又覺得還算可以 鼻翼半紅也還可以 我覺得如果你的肌膚是那種有紅色痘痘的人 這罐遮瑕度可能會沒有辦法幫助你太多 我們就來觀察它到晚一點的狀況是怎麼樣 接下來就是趕快畫我的其他部分的妝容 又發生了奇怪的聲音 我今天想要用這個打亮 Betherbee的打亮超美 而且它終於出了單顆 它之前都是出在組合的盤裡面 這個顏色真的超級美 等一下再試給你看 遮瑕膏用這個雅思蘭帶的 我先用一個偏橘的 遮一下黑眼圈最深的地方 這個顏色遮黑眼圈還不錯 再用一個淺色的 提亮一下眼下的三角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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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頭也一點點 下巴也一點點好了 不要上太多遮瑕 因為我想要確定一下粉底液的持久度 所以遮瑕就不要上到太多 這個遮瑕是比較高體比較濃稠那種 但這個蛋也是把它推得蠻好的 我上次用到一顆超難用的美中蛋 它會這樣越拍 然後越把粉底液往蛋上面回黏 就是你越拍會越黏 然後之後你的底妝就會很斑駁 那是我用過最難用的美妝蛋 我傻眼我在韓國買的 我今天定妝用蘿拉的 我眼周這邊稍微用bake的方式 算了我鼻子這邊還是用bake好了 我覺得今天妝容需要夠持久 最後決定還是稍微用bake的方式按壓 臉上緊張的部分就用蜜粉刷稍微掃過 剛才在定妝之前還沒有仔細看 那個pamagui的妝感 它好像就是不是特別霧面 也不是特別光澤款的 給大家瞧瞧定妝完後的樣子 還是看得到這個啦蝦刺 但是整體上來講妝感還不錯 前面一個5號色不知道是不是再黃一點的 但6號有一點偏粉 所以偏黃膚色的肌膚感要注意一下 現在還沒有修容啦 我等一下修容之後應該會好一點 我現在用那個iMimi的修容 家裡一點修容 那種那個膚色看起來就順了順多了 比你加一點 今天到底會染什麼顏色呢 其實我心裡的想法是染一個很深的 藍綠色嗎 就很深的那種 在沒有光的情況下看起來就是黑髮 但有光的時候看起來就會帶一點藍色調的 去那邊再問Aura的意見 就非常有可能會再改變想法 我還蠻喜歡交給設計師來決定的 眉毛的部分呢既然要去染頭髮 那個頂著那個那麼熱的罩子 我一定要用這個benefit的眉膠超級持久 然後從眉毛的中間開始下手 要把顏色慢慢的帶到眉頭 這樣就會有很自然的漸層感 複一點點 今天眼影好像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畫 但是我今天有一個想要試的睫毛膏 就是這個 我之前一直忘記要試小開老師的這個 無重力非常睫毛膏 眼影我要用到3C的這一盤 我只會簡單用到裡面幾個顏色而已 我要先用這個顏色 下眼睫也直接用這個顏色 其實單用這個顏色就可以出門了 欸我忘記記錄我剛才底妝完成的時間 那沒關係本來今天應該會測蠻久的 先記錄一下 現在想不到就先記錄一下 現在快要早上的10點 那我剛剛粉底液可能是5分鐘前完成的吧 就是底妝的部分啦 接下來用這個下面的這顆粉紅色 我最常用的顏色還是這一些 不是珠光的顏色 它的珠光亮片是也蠻漂亮的 可是最使用的還是這種 比較霧面感覺的 大概塗到眼窩的一半再過來一點點 後半部上一點點 邊緣用剛才的眼影刷暈開 再來用這個最深的顏色 加深眼尾 那只要一點點 因為可以換小一點的眼影刷 會比較好控制範圍 邊緣也是要再暈染開來 超快的 大概5分鐘多一點就可以完成的眼影 一如往常的眼線 我剛剛把睫毛夾翹 我現在要直接刷這個 開Beauty的睫毛膏試試看 它的刷頭是還蠻小的這種 比較友善型的刷頭 我沒有上底膏直接這樣刷 存在感還蠻強烈的 可是可以看到我前面的眼頭有一點點沾到 還是需要稍微整理一下 這是因為我的本身睫毛條件 太歪七扭八了 所以才要這樣再整理 它是有纖維 可是纖維量也不會太過 所以就不會刷一刷 馬上就一堆蟑螂腳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蟑螂腳的問題 再來刷第二次 因為它這個膏體啊 是比較乾的那種 所以這個開封會要趕快用 刷第二層的感覺就比較軟了 就那個睫毛的尖端都會有一點 比較粗一點 然後稍微用鑷子把它夾細 我等一下下睫毛另外刷 然後把睫毛燙一燙再回來 我覺得這支睫毛膏刷 上睫毛效果我還好 因為我剛剛花了非常多時間 在整理我的上睫毛 但是刷下睫毛還可以啦 我下睫毛還是有加那個 Kiss Me的底膏然後再刷 這個開Beauty的刷頭 是不會沾到我的下眼間 然後刷起來效果也還可以 但是上睫毛我就真的覺得 嗯...可能我要再用用吧 反正我就是覺得 跟我的上睫毛好像沒有到非常適合 今天的腮紅要用到這個 The Face Shop 這好像他們新的腮紅 叫玉金香珍珠光暈腮紅 這顏色是OR01 它裡面的壓紋還蠻可愛的 它壓紋感覺是壓得很紮實的那種 配玉金香跟立體度真的是蠻厲害的 它是有一點光澤感的腮紅 這種感覺壓得比較實的腮紅 我就用這種艾諾奇的腮紅刷 蠻好取粉的感覺 蠻可愛的欸 橘色然後帶有一點光澤感 它比想像中好取粉 顯色度也還不錯 表面的玉金香會變這樣 但它壓得很實啊 所以這玉金香不會馬上消失 所以你看它側面 玉金香是有高度的 打亮我用這個benefit 剛好就提到了 很漂亮的這個打亮 它的包裝比較不是我的菜 但裡面真的是 這個打亮真的超美 你看這個光澤很美很美 我要用這個刷具 不過它就是那種很高調的打亮 好亮非常亮 喜歡美系那種高閃打亮的人 會喜歡這一顆 很漂亮欸 而且這個顏色亞洲人也可以 完全可以 不會太黃 看這邊還沒有打亮之前 這個效果 好漂亮喔 好開心喔 刷到一顆漂亮的打亮清晴就變很好 等一下我現在覺得啊 Payment Gwain的粉底液啊 我們現在大概才過了一個小時而已吧 我覺得它的毛孔修飾能力 已經有下降一些了 我打亮也沒有刷到這邊啊 但是鼻頭這邊毛孔現在變得很明顯了 這一邊 再觀察一下 唇彩的部分我要用藍扣這個 什麼鑽石唇膏 就它裡面的切根面是很像鑽石一樣 因為我早餐還沒吃完 等一下早餐吃完再來塗 現在先戴個耳環 頭髮還是一個很醜的狀態 因為等一下就要去弄頭髮了 好我就去吃個早餐 然後要出門前回來再上唇膏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顏色 它一樣有藍扣唇膏的味道 看之前我很喜歡藍扣有一支霧面的 髒橘色 有一點像 但這個款式比較有光澤度 它不是那麼的霧面 它唇膏的膏體好像比之前的堅固 因為之前那個霧面的啊 我這樣擦一擦那個 唇膏的膏體都會撞到裡面的管身 然後都會有一條線一條線的 牙齒看起來還蠻白的 好那我要趕快出門了 大家掰掰 晚點到法郎再跟大家更新 現在是她的 是她的 今天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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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 因為很多人看起來就是頭髮很多的 然後就會... 很鬆 然後我的就啪 之後就撇住 你看看這個汗 很誇張 嗨鬼 我獲得一個熟悉的鄰居 你看看這個汗 誇張這個汗 那個蒸汽 掉一點點而已耶好像沒有掉很多 眉毛掉了一些些 粉底也是掉一些些 再來就是今天第一趟 你看還要染頭髮 就來看他剩多少 我的蒸鮮來了 等一下可以見你嗎 等一下可以見你嗎 然後底妝還好嗎 看起來是好像還可以 但我鼻子有點油 嗨大家好 現在時間就來到了晚上的10點 距離我上頭的底妝都已經過了12個小時 我剛才一直到7點多 還是8點啊 才弄好頭髮 你看我現在頭髮變成 藍色的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啦 他現在是有點藍藍綠綠的 然後我頭頂呢 是維持黑髮 讓他有點漸層的感覺 很滿意 好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今天底妝真的 還蠻厲害的耶 因為大家也有看到 我不知道這個影片有沒有拍得清楚 但是我中間因為有先燙髮根 然後又染頭髮 然後還有漂頭髮什麼 就是有照那個蒸氣 所以就整個是大大的蒸氣 而且是熱的蒸氣 然後就是水氣在這邊滿滿的 所以今天底妝能維持這樣 我還蠻意外的 眉毛眼睛 眉毛持久度也真的還是很厲害 然後你看我這邊 最好是眼角這邊 因為那個濕氣會把你的頭髮 整個黏在你的臉上啊 所以我這邊有幾根奇怪的線 就是那個頭髮黏住的髮絲 就那個地方的底妝不見了 然後周圍還在 所以就會形成這個很好笑的畫面 這邊 就是那些頭髮留下來的痕跡 但是除了這些痕跡以外 其實底妝這邊 大部分的完整度都還蠻高的耶 額頭這邊一定有掉比較多啦 出油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我現在臉上的油光 又變得比較明顯了 我中間只有用面子吸過一次油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油量也算還行啦 重點是完整度很高耶 比泛紅也就是 維持的還算不錯 有泛紅也跑出來一點 但是沒有到很嚴重 掉粉又出油的同時呢 妝其實沒有崩潰的很離譜 就是沒有什麼白芝麻 也沒有什麼卡粉情況 直接吸一次油看看 反正我是覺得完整度還蠻高的 不過就是 毛孔的遮瑕度有降低 就給大家盡看一下 吸完油後的樣子 整體的遮瑕度跟毛孔的遮瑕度有降低啦 但是我覺得大致上 維持的還算是很不錯 它的掉妝啊 就只是遮瑕度點少那種 不是底妝斑駁的那種調 所以就是整體看起來 妝我的完整度會是漂亮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吃東西的唇印印到這裡來了 嗯 這個底妝我覺得很不錯 比我平常臉部會出汗的程度還誇張的 情況之下都可以維持得這麼好 我相信如果是我平常帶妝的方式 它的表現應該可以更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款我自己是給過的啦 我覺得很不錯 今天就這樣結束了很開心 啊我會把我就是弄頭髮眼頭髮的資訊放在資訊欄 大家如果有想要去弄這種 比較特殊的髮色啊什麼的 都可以去找all ground 第一次染頭髮就是給它染 而且就是三月底的時候 第一次給它染 然後一直到這是第二次 你看我上一個髮色撐了超級久 我前兩個月都還是維持藍藍綠綠的 因為我有用護色系 已經維持了兩個月藍綠綠的 就感覺好像可以慢慢掉色 換那種顏色也沒關係 後來我就換成一半的洗髮精 然後它果真就慢慢的掉色 整個掉色的過程中 其實髮色都還算是蠻好看 而且甚至還會有人問我說 欸你又去染頭髮嗎 你是不是又去染淺 沒有 只是我 只是我用它一直掉色而已 所以我覺得很讚很讚 很推薦大家 那就是這樣囉 大家晚安 掰掰 多綽藍 呃 有 � MAL status 我們 都可 str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